- 嗨 我們到了 - 喔 這邊的環境其實還蠻不錯的 - 喔 這邊就是會有一些車友啊 - 所以可以聊一下 - 剛剛不會充電啦 所以我是請人家教我黑整台 - 全部都是充電裝 - OK 慢慢的 - 80幾%充滿的話應該半個小時 - 像這樣 來 - 我們剛剛轉進來台東 - 然後現在的里程數呢 - 從420幾出發的 - 然後到現在已經剩下249公里 - 開始有里程焦慮了 - 焦慮 - 耶 - 好 那大家拭目以待 - 看我們開得到台東嗎 - 是啦 跑者之家 - 開的夠了 - 啊不然我們家有那個特斯拉的 - 拨掉的電話 - 沒東西 - 出發 - 夥伴而得 men - 還不像可惡的 - 保護而得 men - 還不像可惡的 - 放火 - 嗯 - 半小時 - 還不像可惡的 - 搖滾 - 還不像可惡的 - 好多好 - 都沒了 - 在那裡 - 颯迷在人家 - 也不像可惡的 - 安心物 - 各位 - 我們特斯拉開到了金河 然后430的续航开到这边 180几公里 然后剩余的里程数只剩下180 我们车时的里程数是430的 然后跑到这边实际上180几公里而已 那事实上用到240几公里的电 所以现在只剩下180 180到三边还要110 谢谢 所以我们目前还有70可以用 可是70可能要除以7折或8折 因为可能是夏天还有再4个人的关系了 如果不行的话就是两个人坐火车回去 等一下就不要用走了就好了 他说明天255的话就是充完电 充完电之后还可以再稍微绕一下 所以我们这台车应该可以跑到350是没问题的 那刚刚算是从南汉回去是255 那所有255还有100可以乱跑 去场面就是一定要满就对 对对对会比较安全 刚刚空拍拍一拍只剩下154公里 不能再玩了 准备出发了 剩下124公里 然后好像稍微塞车吧 出发跑者之家充电 自动跟车 GO 跟上 油油油油 太好了 都不用踩油门然后自动跟了 跑者之家要在 还有53公里 然后我们续航只差55 要保持在75公里以下 才有办法到目的地 已经下车好了啦 那哼哼买面包 哇 支牌轮 那不会支牌轮还到吧 这边已经警告说 要充电才能到达目的地了 现在差了两公里的地层 要撒车啦 要撒车啦 电力直接跳零了 还剩两公里到 加油啊加油 冰险是电量过低 然后零爬了 那现在12点04 我们先开始充电吧 其实这个充电的 剩余时间一直在变 我刚晃到18公里了 然后变成一个小时 我们到达台中的跑者之家 然后这边有四个 超级重电桩 那个街头有两种type 各位在自己看 这是小支的 这是大支的 OK那我们等一下进去 里面看一下 1234 然后这个可能是 这边听说是有一个 露营车用的 然后那边有一个 充电桩 比较简便的充电桩 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吧 然后整台车呼呼叫 整台车散热风扇 之前击的充电桩 我们下一个 这边的小区 你们下一个 或者我们下一个 顶段 下一个 向上 你们下一个 马上闭着冰了 哦 有没有?我会冲什么? 你已经起来了 已经走完了 剩余五分钟 425公里现在1.05 刚好一个小时 超快 好了准备出发了 嗨我是Han 今天想要带各位从一位没有开过电车的人的角度来看 这台特斯拉它的有缺点有什么 我们看一下开门的部分压下去 整个就是很简约的 很简约风 前进的部分就是往下压 那把口往上 然后P挡的话就是这个按钮 按下去它就是P挡 然后方向灯的话 一样就是往下压 然后轻压的话就闪生下 然后用力往上拉的话 就是闪不停 然后这边一样有个按钮 按钮的部分就是雨刷 可是它这边显示有喷水的图案 但是我刷下去是没有水的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然后这边只有两个调节滚轮 两个 调节的话基本上就是看你选择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选择方向盘的高低 滚轮就是高低 然后往左往右的话 就是深浅 好 那左下角的话就是它的一些可以操作的东西 比如像收折后视镜 安全开关 然后安全锁 手套箱 雨刷的速度我是觉得比较不直觉 因为它要从这边选择速度 然后你选择自动的话它就太敏感 稍微有点雨它就刷很快了 然后这一次我哨兵模式不敢用 因为它的耗电量 超乎我的想象 我为了安全起见的话 哨兵模式是没有开的 然后方向盘的高低压 后视镜都在这边 然后踏板 方向盘 充电 反正这个整个都很智能 而且加速非常的快 然后自动驾驶的部分 我觉得很直觉 就是 这边有一个时速的表面的画面 你往上 行驶中你往上一压 压下去的话 它就会定在 比如说你现在开50好了 你往下压下去的话 它就会定在50 然后它跟到前面的车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变慢 然后咬住那台车 OK 车灯也是自动的 那后视镜 非常的小 车上几乎没什么东西 然后上车的话 可能要先注意一下 开门是按这边 这边按下去 然后门就打开了 然后你要紧急逃生的话 这边 有一个机械室的 搬上来的话门就打开了 那冷气的话 我在那边找不到 冷气就在这边 按下去 打开了之后 就自动这样子 然后风量的话 很神奇 你就可以往内调 往外调 调高低这样子 这边也是一样 可以调高低 风量左右 超级酷 这个我很喜欢 好那因为上面的话 它其实是玻璃的台子 所以车主把它贴得非常的黑 但是你在开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热 但是你摸头 欸 稀稀稀哦 有点热热的感觉 其实整体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喜欢 OK我们明天要挑战南横 炮者之家老板是说 回去的里程是绰绰有余 如果你不要再到处乱跑的话 他朋友推测的话 从南横回去 到台南市区的话 应该还会剩下 20%的店 这还蛮多的 那我们明天就拭目以待吧 我现在的里程数是 357 我拉一下Google Map 从跑者之家拉回去 需要 255公里 我们其实已经到 关山这边了 明天再出发回去 也不到255 那晚上会去吃个饭 所以预计可能会 剩余300的话 出发 直接 尻回家 OK 拭目以待 拜 另外还有一个缺点 车子进入到隧道的时候 屏幕调光的速度太慢 所以容易这种视觉差的 两个人都会 看得太慢 现在是早上7点55 要往中横的方向前进 10点到雅口 然后 还有167公里的 便利 12点刚刚好到梅山口 现在 剩余电力还有一百八十八公里 还有一百八十八公里 嗨各位 我们安全到家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 它的一个整个耗电量 虽然我不太懂怎么看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旅程的部分 我们上次充电的时候是在跑者之家 放置充电后距离 266公里 然后刚刚南航下坡的时候呢 然后下到宝兰那边最高的里程数 回充到190 然后现在开到台南的家里了 然后还剩余 119公里 这一次的平均电力 平均电力计电量 这个各位再自己去看一下 我不太懂 后车厢的整个空间感 真的很大 这么深 我整个人跳进去是没问题的 然后重点 它这边还有一个行李箱 可以放一个这么大的行李袋 里面塞一个小孩都没问题 看一下这个轮胎 可以到破掉了啦 还好真的没有穿刺过去 不然就GG了 很幸运 这个如果在山上破掉的话 你要叫脱掉车去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跟金钱 很好啊 好各位补充一下 特斯拉在开山路啊 真的是超好开 以我开车的习惯啊 只要是没在加油 脚一定是放在刹车上面 所以会在两个踏板之间 频繁的做切换 而特斯拉呢 店门只要放掉 马达大概会有六成的力道 在回充刹车 那就是像油车全时也二挡在开的概念 在一整趟南横开下来呢 几乎都是控制店门的开度而已啊 那整路刹车根本是踩不到十次 那因为动心很低啊 过弯的拉扯感 再加上少了油煞板 切换的顿挫感 乘客也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奇妙的差异啊 还有充电方面呢 应该是要沿路边充边跑 也就是说海豚湾那边 就应该要先充一下了 那这一整趟下来才知道啊 超充载是不能锁的 所有的特斯拉都能够进去充 也就是说 纳鲁湾饭店啊 你非防客也可以继续充哦 那以上分享 如果有说错的地方 再请指证跟补充 谢谢各位